伏之力必呼 义不闻带黄罪损人 而终满者福之力所乎 春之身欲万物也 悟故有欲春而烂坏者 夏之长养树品也 草意有下枯者 秋之肃杀也 而菊有黄花 冬之必藏也 而松波清清 梅英复复 如必则其有力无害者而后未知 天地恐义不能无害以 且佛以此掩饰大千 知群姬已熟 然后世身 有有魔波寻扰乱之 九十五种极度之 提婆达多斯中害之 岂为尧顺称有病灾 无所有解义者 无他 以禅入如 物又如以之禅而 纵令不得四溢而起四磅 如从地道 还从地起 至独辱中 转至提湖 绝独人在 便行为外道师 萨之为尼监主 亦在思也 试者再败而谢约 此非弟子所及也 请得彼儿存之 崇祯新寺众东旭道人 书于温灵之豪于楼 周一禅解目录 许 卷一 上经之一 甘坤 卷二 上经之二 屯蒙虚诵诗笔小处旅 卷三 上经之三 太否同仁大有千玉随古灵官 卷四 上经之四 是科奔包覆无望大处一大过砍离 卷五 下经之一 贤恒顿大壮静明一家人魁简解损意 卷六 下经之二 绝构翠生困景阁顶正更见归妹 卷七 下经之三 风吕迅对幻节中复小过季季未季 卷八细词上传 卷九细词下传说挂传续挂传杂传 卷十何图说落书说福西八卦次序说福西八卦方位说六十四 卦次序说六十四卦方位说文王八卦次序说文王八卦方位说 周一禅解卷第一 北天目道人偶异秩序者 上经之一 六十四卦皆福西所化 下经以更居首 明曰连山 商经以坤居首 明曰归藏 各有咒词以断吉凶 文王求有礼时 细经担词 以乾坤二卦居首 明知曰义 周公被流言时 父系摇词 孔子又未知传以赴亦之 顾明周易 顾本文王周公断遥二词 自分上下两经 孔子则有上经断传 下经断传 上经向传 下经向传 乾坤二卦文言 乾坤二卦文言 细词上传 细词下传 说卦传 续卦传 杂卦传 共鸣十亿 后人以孔子前之五传 会入上下两经 而细词等五传不可会入 父后别行 及经经也 可上可下 可内可外 异地皆然 初无死局 顾明交易 能动能静 能柔能刚 阴阳不测 初无死法 顾明辩易 虽无死局 而旧事论事 则上下内外人自立然 虽无死法 而极相言相 则动静刚柔 人自灿然 此所谓万古不易之常经也 若以事物言之 可以一事一物各对一卦一窑 亦可于一事一物之中 具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窑 若以卦窑言之 可以一卦一窑各对一事一物 亦可于一卦一窑之中 具断万事万物 乃至是出世间一切事物 又一切事物即一事一物 一事一物即一切事物 一切卦窑即一卦一窑 一卦一窑即一切卦窑 顾名交易便易 时机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互聚互造 互入互容之法界而 福西但有话而无词 设阴阳之相 随人作何等界 世界西谈也 文王斩词 积多而凶少 举大纲以身善 为人西谈也 周公谣词 借多而积少 竟变态以劝臣 对至西谈也 孔子诗传 会归内圣外王之学 第一一西谈也 偏说如此 克时论之 四圣各聚前三西谈 开拳显时 择各四西 甘下前上 前 缘亨力争 六话皆阳 顾名为前 前者 见也 在天为阳 在地为刚 在人为智为义 在性为照 在修为观 又在弃戒为父 在根身 为守 为天君 在家为主 在国为王 在天下为帝 或有以天道士 或有以王道士者 皆偏举一于耳 最后一切 是 未经许可 自负